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首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最近我在籌備新的工作 所以我們出篇的時間可能會暫時有點不規律 這陣子會是個過渡期 還請大家見諒海涵 好 G7峰會剛剛結束 美國跟中共真的打算重修就好嗎? 台海開戰的風險是升高還是下降呢? 另外 中共政府為什麼沒錢了呢? 如果沒有了中共 兩岸關係又會變得怎麼樣呢? 來看今天的中共不要看 七代工業國的G7峰會剛剛在日本廣島落幕 這場峰會最讓人矚目的焦點不是這些大國領袖 也不是臨時出席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而是沒有出席的那個大國 同時也是天天用力罵G7的那個大國 你懂的? 但是 這場峰會的結果相當懸疑 對中共來說 可以說是一場悲喜劇 悲劇的是 這次G7堪稱是史上批評中共最嚴厲的一次 不但在聯合聲明裡公開批評了中共對外國實施經濟脅迫 批評中共危害台海和平 迫害新疆與香港的人權 英國首相還公開點名中共是對全球安全與繁榮的最大挑戰 想要重塑世界秩序 比俄羅斯更有威脅 這話說的可真是夠犀利了 不過 喜劇的是 G7又強調他們並不打算跟中國脫鉤 只是要去風險化 也就是要降低風險 同時準備跟中共建立積極而穩定的關係 拜登還預告 美中關係將很快出現解凍 將恢復進一步的溝通對話 好 看到這些進退交錯的信號 是不是覺得G7好像賞給中共一劑寒冰烈火掌呢? 一邊是升級批評中共的力度 把對華關係打入冰河期 另一邊又展開雙臂 對華關係好像熱情如火 所以就有朋友問我說 拜登是不是真的要跟中共重修就好了呢? 台灣會不會有風險呢? 我個人的看法 美中關係就跟台灣體育主播的 這句經典台詞一模一樣 為什麼呢?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如果拜登真的想要跟中共重修就好 就沒有必要花這麼多力氣 做這麼多的技術出口管制 還組建國際聯盟來圍堵 就像你早就想放生一條戰狼了 想要與狼共舞了 那又何必花那麼多精力跟資源 去打造一座捕狼籠呢? 而且從2018年貿易戰到後來的疫情 戰狼外交還有最近的間諜氣球 已經讓超過八成的美國民眾 對中共感到反感 所以如果拜登這個時候真的來個急轉彎 跟中共戰狼共舞 不但會招來美國主流民意的反彈 還會被美國國會炮轟坦批 那拜登的2024大選也就可以提早下課了 所以拜登不太可能放棄對中共的強硬路線 那為什麼拜登要說 我會跟中共脫鉤 美中關係即將解凍呢? 其實這是一種豆腐嘴刀子性的競爭手法 也就是嘴上溫和客氣 但行動上卻是堅決強硬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首先是美方要納入歐洲國家的考量 但歐洲國家一直不希望跟中共脫鉤 所以今年1月首先提出了去風險化 也就是保持適度的往來 但是盡量的降低風險 那美國希望G7大家能夠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共 所以就要把尿子放低一點 納入歐洲國家的立場 去風險但是不脫鉤 而且這樣做也等於是伸出一隻手來拉住中共 讓他們沒有藉口去軍事支援俄羅斯戰場 這樣才能削弱俄羅斯 避免烏克蘭戰爭越拖越久 其次這套去風險不脫鉤的論述 不至於會把中共逼急 不至於把北京推到極端的死胡同裡去 這樣容易狗急跳搶 臺灣海峽、南海或東海 反而可能會提早出亂子 所以美方等於是一手打臉中共 拉另一手拉住中共 這樣可以避免中共好得太遠、太極端 反而擴大了風險 畢竟能夠叫罵談判的流氓 總比心智失控的喪失來得強一點 來得可控一點 還有一點 美方不跟中共脫鉤 一方面是因為現在全球化的產業鏈分工 和相互依賴已經太過綿密了 那完全脫鉤是幾乎不可能 也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是美方跟G7也需要爭取一段過渡期 來重建去中化的安全供應鏈 包括此前的印太經濟框架 和這次的G7聲明都提到了 要建立安全、可靠的供應鏈 要降低對中方的依賴 所以這就需要一段時間來過渡 不能急著脫鉤 所以我認為美方雖然喊出了美中關係要解凍了 但是基本上只是嘴上的解凍 行動上還是不會改變目前的強硬圍堵政策 連中共也都覺得毛毛的 所以他們批評美方是一邊說要溝通 一邊不擇手段的打壓遏制中國 因為他們非常擔心 歐美是打著去風險化的民意 再有序的推行去中國化 最終是要孤立中共跟中共脫鉤 那麼我們就要再回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臺灣會有風險嗎? 即使這次G7峰會已經把臺灣問題 推高到前所未有的國際高度 這次G7不但連續三年公開提到臺灣 這次的聲明還強調了 臺海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敦促和平解決兩岸議題 並堅決反對以武力及脅迫手段片面改變現狀 換句話說 臺灣問題不但與中共的臺海內政化脫鉤了 走向了高度國際化 而且還拉高到攸關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的新高度 這等於說 G7這幫國際實力雄厚的大哥們 都站在臺灣的背後挺著 力挺臺灣的安全 特別是拜登在記者會上補上了這一刀 讓中共是更有顧忌 因此臺灣是美國跟G7不能放棄的區域安全利益 而臺灣也是中共自稱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雙方都不可能在臺灣問題上退讓 這也註定了 美中之間接下來主要還是會維持競爭與對抗的局面 雙方的合作空間是非常有限的 而臺灣也會繼續在這種高度對抗 卻又高度平衡的美中對抗裡頭 保持緊張又安全的地位 你被欠薪了嗎? 這是越來越多中國人的無奈遭遇 像河南三門峽市 最近有34名老師集體維權討薪 因為他們教了4年數 卻一直沒有合同、沒有工資、也沒有保險 所以他們發表聯合聲明到教育局發動爵士抗爭 其實不只是河南 最近中國許多地方都傳出了老師和公務員被欠薪或者減薪 那老師們上街頭抗爭維權 結果就遭到當局出動警察來進行暴力鎮壓 而且別忘了 今年2月武漢跟大連都爆發過白髮運動 也就是退休老人們抗疫醫保福利被政府刪減了 走上街頭跟當局爆發了衝突 那這類維權討薪、討福利的事情最近是層出不窮 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5個字 中共沒錢了 中國各地政府是債台高柱 這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像貴州省在今年4月就傳出準備破產的消息 讓國內外震驚 那中國的政府債務到底有多少呢? 這個數據始終是個謎 因為政府債務除了有帳面上的顯性債務之外 還有看不見的隱性債務 也就是政府通過城市投資公司 或者各種融資平台寄來的債務 而且隱性債務的規模往往是更大的 至少是顯性債務的1.7倍 這兩天投資銀行高盛公布了一個新的數據 他們推算中國政府的總債務金額 包括顯性和隱性的 可能高達23萬億美元 那差不多是162萬億人民幣 那假設我們拿中共宣稱的 有14.1億人口來推算 那平均每個中國人都得負債11.5萬人民幣 夠驚人了 那這些錢去了哪裡呢? 主要有幾個去向 第一 償還舊債務 第二 投入基礎建設工程來創造就業和GDP 第三 就是支付公務員薪資和社會保險福利 第四 就是官員的貪腐 那這麼龐大的債務 過去都是靠著政府的稅收來支撐 但都是入股付出 所以就在借薪債、還舊債來補上 所以中國的債務雪球就年年越滾越大了 但是從去年開始 除了少數幾個財政收入比較好的沿海大城市之外 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經扛不住了 所以就出現了政府減薪、欠薪、還有刪減福利的情況 也連帶引爆了越來越多的集體抗爭事件 特別是今年 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更是壓力山大 許多二、三線城市可能會瀕臨破產 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人口流失 中國不但青年人口減少了 而且許多年輕的勞動力都離開線城 去一線大城市去謀生 這樣就導致二、三線城市不但消費力下降 連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也下降 第二 中共的動態清零 強制全民核酸和封城封控 而這些核酸和封城維穩的費用 中共都推給地方政府去買單 嚇壞了地方政府 而且三年來的疫情和封控 也重創了各地的民間經濟和製造業 讓政府的收入是變得更少更入不敷出 第三 習近平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或是用來炒的 所以中共對房市進行了一連串的宏觀調控 讓房價和交易量雙雙下滑 再加上中國人口持續減少 中國經濟也持續下滑 所以市場對買房的剛性需求也跟著下降了 但是出售土地過去是許多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 現在房市下跌了、買氣消失了 也連帶影響了政府的賣地收入跟著消失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就是中國這三年來經濟持續下滑 動態清零、戰狼外交 和現在的反間諜法都在逼著外資外企撤出中國 而中共的高科技產業又失去了國外高端技術的支持 所以中國各地經濟都很不樂觀 那財政收入當然也就跟著縮水了 根據美國保爾森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宋赫澤的推算 中國現在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 是根本沒法準時還債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欠薪 民眾討薪的官民抗爭事件在各地爆發 甚至還可能傳出更多的地方政府準備破產擺爛的消息 只是當地方政府與普通百姓是越來越窮困 中共中央卻還鋪張奢華地搞了一場大唐迎賓事 來招待中亞五個小國家 還撒出了260億人民幣給這五個小兄弟當作出廠費 在網絡上引爆了民怨喷發 那這種難用名指名高的浮誇風正好說明了 中共黨魁絕對不會變成萬國來朝的唐太宗 只會淪為窮國喪民的清零宗 最後我想回答一個觀眾朋友提出的問題 有朋友問我說 如果哪天中共真的倒台解體了 那麼台灣跟中國之間會變成什麼局面呢? 我們以前講過 台灣為什麼會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戒呢? 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是中共一直威脅要統一台灣 要對台灣動武 要破壞台灣現有的自由民主社會 所以才讓多數的台灣人反感和抗拒 那如果哪天中共真的沒了 那麼也就沒有人會對台灣帶來武力威脅 到時候兩岸的人民或者政府代表 也許就可以進行和平協商 大家坐下來談一談 看是要合在一起 還是要各走各的路 或者還有其他選項 我想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認為很有可能的是 到時候台灣可能要運用他們成熟的民主經驗 來幫助中國發展自由社會和民主體制 甚至還要幫助中國人民找回丟失的傳統文化和道德價值 到時候中國才有機會走回真正的傳統中國 所以簡單一句話 沒有共產黨才有真中國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че到這裡 有主意 roller 快樂 我們下次再次訂閱 我看一下 我們下次見